今天早上 我们看到中国宣布 2024联合力剑B的演习 这个演习的预告是 不是预告 这个宣布是在早上5点 宣布之后就开始进行演习 有关于这种做法 跟国际法规的相关的规范 要有预告是不符合的 那另外用军力来威胁其他的国家 这个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 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的 这个基本精神也是相互违背的 所以对中国的这种做法 那我相信国际社会 以及我们台湾人民 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这个认知 这次演练 我和战友的核心任务是 突破敌防空警戒系统 夺取区域治权 直接检验空域警戒 空战对抗 空中加油等实战能力 就是用敌人听得懂的语言 警告台独分子 搞台独就意味着战争 只能引火烧生 自取灭亡 这一次的演习目的很清楚的 也是针对美国跟日本其他民主国家 比如在同一时间 目前在菲律宾北边有 Sama Sama Exercise 那接着在下个礼拜 在台湾的北边有美国跟日本的 King Salt就是锐剑演习 所以中国它其实也在向美国跟日本 传递一些讯号